耶 找到了 耶 有人在那邊拍照耶 各位觀眾大家好 坐Fashion Boy 嗚嗚嗚嗚 我們現在在韓國 真的耶 現在應該是一度這樣子 但是覺得很開心喔 在韓國可以玩 原本今天我們是不想要拍影片的 這一個旅程我們想要來這邊休息一下 不然你們想看我們的VLOG 我就想不如看我們拍一個Fashion VLOG啦 所以這個禮拜我會把我們在韓國的這個一週穿搭 拍給你們看吧 好啦 吵了是沒有溫度 在馬來西亞啊 那麼熱 它穿得很厚 在韓國那麼冷它穿得很薄 這個不是吵了沒有溫度 就是沒有溫度 Let's go 乾杯 I want to is to be close to you but I don't know how Let's go 飯 sick be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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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까요 Fashion 咯 我们现在在这个景福宫 今天我们的行程其实就是去景福宫 穿越一下 然后就再去一些美美的咖啡厅 我们上网了research 有时候很不错的咖啡厅 我跟你讲 韩国人是什么都不多 那种睡到飙飙的咖啡厅是最多的吧 今天看得出吗 我们的穿搭概念是轻女装 对 里面的颜色就是很接近的这个绿色 但是还蛮流行黄色的 就可以穿这个 我们就配着苹果青 其实我穿的是女装戴衣 很多人在instagram上面问为什么我没有戴衣戴 因为它焦小焦小 不是焦小 我是精致 然后我穿的这样薄过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给你们一些新鲜的 穿吧 所以我就不把我的衣服带过来 所以我的衣服全部都在这边买 然后我们第一个晚上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观察韩国男生穿的衣服 他们很喜欢穿这种大衣 然后配这种荧光色 然后西装裤 这是传说中的mirror room 它全部是玻璃来的 所以其实看起来很大哦 它就只有一排的位置 有圣诞feel吗 有 圣诞feel在这边 有圣诞feel 有圣诞feel 我们现在呢 就在这个奥林匹克公园的地铁站 我们这一趟我们来韩国之旅 就是要去找龙哥传说中的Piece Minus One 和Nike的主题篮球场 广间流传 这是一个好像鬼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地表 也没有地图 就好像你找藏宝 你不知道那个宝藏在哪里 都打开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要过去去它的体育馆 这就是一个韩星在那边开 这样的地方 抓抓 我没有将军 你看 让人跑 诶 有人打地球啊 是那个吗 等你看到这个 stadium在你左手边的时候呢 前面不卷出就会有一个篮球场 但是这个不是龙哥篮球场 所以我们要一路再直去 哇 今天我们也是巡礼装 我们真正的搭配在里面 还没给大家看到 但我们需要龙哥的篮球场 我们才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 这里真的很美 里面很喜欢 镜头看超美 我们来这边了 这是什么 Olympic Cycle Avarian 走到山长水远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篮球场 一个篮球场 哇 耶 找到了 耶 有人在那边拍照耶 如果要来一个全智隆的篮球场 要找这个 Wii Art Hall 哇 它就在上面吧 原来是用这种 这种这样的料 厕所的地啊 走了这样远路 昨天给我们找到这个龙哥传输中的篮球场 现在就给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穿搭吧 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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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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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耶 我们现在回到宏大了 因为刚才我们去龙哥的那个篮球场 就是太冷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来吃饭 然后昨天无意中呢 就给我们找了这一间 我们找了很久很久都找不到的餐厅 叫做朝鲜时代 这间餐厅非常的不错 这餐厅的它外观的时代下去就很棒 它就有那种朝鲜的感觉 哇 这是外面有拍朝鲜饭 你们看现在天很暗哦 其实只是六点多七点半 真的不是晚上八九点 就感到我们有那种时差的感觉 anyway 我们下来到我们的朝鲜时代了 很显得入口 很喜欢耶 абат当年 BLAB FLAB FLAB BLAB FLAB BLAB FLAB FLAB 你看他们全部真的很美哦 感觉有很多屋顶可以沿岩走壁样子啊 結果我們看了這樣每個地方我們坐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牢房 我們就在警局旁邊 這是誰 我是被冤枉抓進來的 我嚇人了 超大天肉 很Q 哇 它肉很香喔 我一想你還不知道哇好香喔 頭髮很好 很虧 YO 我們今天是在韓國的我也不知道是第一天的 因為太太太 而且是有時間就冷了一天嗎 我們今天我們要去哪裡 對 我們帶你們去這家咖啡非常的棒 它是在屋頂上面的一個咖啡的概念 所以等一下你就知道是什麼概念了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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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你踩在屋頂上面 哎 上屋頂 哇 這邊 現在出現比我帥的人 我還是要講我帥的吧 哇 其實這一趟韓國之旅 我們主要是要找很多不同的店 或者是cafe去體驗一下 韓國的這些文化 和我們的 這個cafe其實它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它是一個 如果你看麥克來走的話 你會迷路的一個地方 它表象是一個hidden 它很鬼是hidden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真的真的來的話 我也不懂怎麼跟你們講 反正你3號出國就一路直直去吧 然後就會看到一些政府的公務 他們10號19號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就一路直走 它基本上來這個地方 你會覺得它很像 它有點像台灣的店 還有台灣的物質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的 你來到這邊就是對了 然後就繼續走 走到Junction 就會到那間cafe了 好漂亮 可以擺裝啤酒耶 無意間都給我找到很多我們在Pinterest看到那些歐巴歐膩啊 他們拍的裝B照啊 原來就在東大門DGP喔 你看 看 看 接不接這個東西很熟耶 常常看到我這排的 我們今天 戴了情侶錶 然後這個smart watch喔 它非常非常的smart 我覺得這個錶呢 是零零氣待的錶嗎 為什麼 啊 Yeah 耶 小孩子這樣跑這樣遠 請到 啊這樣遠耶我都聽得到了你 但是神經病清楚嗎 很清楚 嘻嘻嘻 用電話講話 小孩子幼稚喔躲起來看 我還可以調大聲耶 很大聲耶 你好 小孩子這樣喔 抱抱抱 抱抱抱 太帥了這個 太帥太帥 喜歡嗎 喜歡 很大禮物 走 各位小飛先生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韓國VLOG 有很帥的穿搭 有很壯壁的地點打卡 而且還出現有很牛逼的手錶嗎 沒錯他們就是傳說中的 HONOR手環 BAND5 還有MAGIC WATCH 一般智能表應該有的功能它都有 不該有的它也有 就比如說 MAGIC WATCH可以讓你開車接電話 看到嗎 不用怕 BAND5可以讓你直接遙控拍照 隨時隨地可以 卡卡卡卡卡卡 最厲害的是 它要你把照片變成表盤 讓你成為地表最散情侶 完全就是為情侶人打造的 還有一對表盤讓你換 天天看都不嫌煩 重點是14天 不用擦線讓你慢慢玩 簡單來講 它外形前衛 除了帥還很tech 帶帶還真的以為可以變成POWER LANGER的 它不只適合夥伴 還很適合Auntie Uncle 尤其是那些睡覺會打呼 喜歡爬山爬樹 他們用腦記憶力差的人 因為它有測量血氧飽和度的功能 這個反正講得很像木子也不會懂的 這個手環129 手錶699 它大方得體 當Planet 恐告分不失禮的 但我可以 WOW DAMN 早安呀 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要去滑雪 當然滑雪呢 也是要穿到很帥帥帥的 不要不要的波 所以我們今天依然還是有配色系的 你看 依然是情侶裝嗎 不改是情侶裝 變身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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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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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того 今天超漂亮的 這一點真的有下雪了 大姐紓 寶寶 凸 上環ịch 我們發現新大陸 原來這個渡假村這邊 它有一條河耶 然後還結冰了 這是美到必要必要的 太美了 不往直直 超直的超棒 我們要的全部中午了 聖誕節我們在國外過 在一個有雪的地方 然後看到雪 基本上我們已經完成了 成功了 確認 我們一起坐了 哇 昨晚我們沒辦法一起坐 現在就要一起坐 YES 要到了 對 對 你這樣看的話 會不會很慢 我就不可以很像 可是我媽媽的姿勢 就不可以很像 我媽媽的姿勢就不像這樣 嗨 掰掰 幹嘛 他把大家的孩子深深滑的笑容 對 OK好 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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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很冷 走走走走走 我跟你說 我們錯過了 如果昨天我們來的話就很棒 因為昨天有下雪 十人下雪 對 因為通常喔 下雪天是這樣子的 如果昨晚已經下雪了之後呢 今天很少會再下雪 好難過喔 很難過耶 我就是會有雪來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雪 哇 你看飛行能超強耶 哇 好厲害啊 嗚 嗚 你很厲害 原來就是那一點點力就閃到了 也現在是 十一點 五十五分 接近十二點了 也就是 十二月二十四號的 還有四分鐘就到我們的這個 Christmas Eve 大家看現在的屋 哇 哇 不知道今晚會不會開始下雪 因為我非常非常的期待雪 因為前晚有雪嗎 通常呢 前晚下雪 Next day就不會下 但是看今天的屋那麼大 那麼冷 應該有機會啦 希望我們可以發現到 不 希望我們有機會 可以遇到下雪 這樣我們聖誕節 就很爽了吧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